話說在場的人都在笑紐若蟲 紐若蟲看著這個女子 她慌得極 你究竟是誰 你花了六萬兩銀 將我從滿翠縣熟出來 叫我在會仙樓等你 我陪你來這裡 你還用一頂這麼漂亮的橋去接我 難道連我是誰你都不知道嗎 我叫做翠仙 這裡至少有一百個人認識我 滿翠縣是一個妓院 是非常有名的妓院 紐若蟲的面色變 她終於明白了 她挖這麼跪地 竟然求丁鵬收她做徒弟 這樣來在場的人都覺得很詫異 更加令在場的人吃驚的是 丁鵬竟然答應了她 而清清也想不到丁鵬會這麼做 她忽然之間問 神劍山莊今天有沒有人來啊 丁鵬說 沒有 我記得你好像專門派人送了一份帖 請帖不止一份 除了神劍山莊現在的主人 明震天下的當代第一劍客謝曉鋒之外 另外一位謝先生也有一份的 四年前的七月十五 丁鵬在萬松莊和紐若蟲給劍 這位謝先生也在場的 但是今天他們沒有來到 想到這件事丁鵬就沒有剛才這麼開心 他說 非但神劍山莊沒有人來 連那一帶都沒有人來 清清就問 那一帶你還請了什麼人啊 田一妃和湘鎮 我知道湘鎮這個人 他是湘家寶的寶主 是五行劍法的名家 丁鵬沒有注到他的表情 他說 湘家寶就在神劍山莊附近 湘鎮沒有來 可能因為受到謝曉鋒的影響 天下無雙的謝三少爺 可能看不起我這個人 清清顯然不想再談謝曉鋒這個人 他立即改變話題 他說 田一妃呢 他是怎樣一個人啊 你知不知道江湖上有一個 叫做無影無雙非良子的女人呢 你說的是田萍 沒錯 我當然知道了 有關他的傳說 我已經聽了很多 江湖當中有關田萍的傳說確是不少 他是江湖上最美的三個女人其中之一個 他說武功極高 非但沒有一個女人能夠給得上他 連男人給得上他的人都很少的 他成名很早 今年至少有四五十歲 但是根據最近見過他的一個人說 他看起來最多二十七八歲而已 丁彭又說了 田一妃是田萍的唯一傳人 有人說是他的侄生 也有人說是他的堂底 更加有人說是他的師生子 他們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誰都不知道 只是知道田一妃的輕功很厲害 田一妃住的地方也在神劍山莊附近嗎 田平行蹤詭秘 誰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家 更加不知道他的家在哪裡 田一妃也一樣 不過最近他一直都住在神劍山莊附近的一家客棧 住都怕有半年了吧 他為什麼要住在那裡呢 因為他想做神劍山莊的女婿 所以謝曉鋒既然不來 他當然也不來了 謝曉鋒好像沒有娶過老婆 他為什麼會有個女兒呢 這就是他的私事 你也知道我一向都不會過問別人的私事 話說丁彭請回來的武林明家當中 坐主委的阿仁 身材高大聲音洪亮 臉色赤紅滿頭白髮 看上去年紀都八九十歲 此人叫做大力虎王孟開山 大家叫他坐上席 並不是因為他年紀大 大力虎王孟開山後生的時候已經很受人尊重 二十年前他已經退出江湖 這次丁彭將他請到來 大家都認為丁彭的面子實在不少 這時候紐約松就舉起酒壺 替孟開山就斟酒 他臉不改容 又說又笑 像剛才那件事簡直沒有發生過 孟開山忽然用力拍了拍他肩膀 他說 老弟我真是服你呀 紐約從臉色都沒有變 居然還陪笑話 那就要靠前輩多些栽培 脈足冷笑話 現在我們變成了你的前輩 從今以後我已經是兩世為人 家師的朋友都是我的前輩 哈哈哈哈 說得好說得好 能夠說出這樣的話的人 以後一定會有出色的 而洪梅也嘆了一口氣 唉 孟老爺說得沒錯 現在連我都真的不能夠不服他了 脈足還想開聲的 他忽然之間看到人影一閃 這個人影身發極快 很快就站在他們面前 林長雄交遊極廣 人影一閃他就知道是田一妃 田一妃的輕功極之厲害 高牆大屋就說上就上 這陣子人影一現 林長雄已經站起來大笑話 遲到的佛三杯 你 他忽然之間收住了笑聲 月光之下 林長雄見到田一妃 在額角的正中出現了一點紅色的血株 那些血株剛剛滲出 忽然之間變成一條線 鮮紅的血線在他的額角 眉心避良人中 嘴唇下巴一直下跌 本來很小的一條線 忽然之間越變越粗 田一妃的頭就在剛才那一點血株出現的地方裂開了 身體很厲害 鮮血在中間直噴而出 這陣子沒有人動 也沒有人開聲 甚至連呼吸都停了 哎呀 那些冷汗 啪啪聲滲出 整件衣服都濕了 在座的雖然都是江湖當中的行家 但是誰也沒有見過這種事 而在旁邊的時候 他們的丫鬟嚇勻了一半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孟開山忽然之間拿去酒壺 滿滿地把整壺酒都倒進土樹 長嘆聲說 很快的刀啊 林長寒也說 刀在哪裡啊 哪裡有刀啊 孟開山根本沒有聽見他在說什麼 他說 我已經四十幾年沒看見過這麼快的刀 南宮華樹忽然間也說 這麼快的刀 我只是聽先父當年曾經說過 也沒見過的 孟開山說 我八十七歲了 也只不過見過一次而已 本來紅色的臉忽然之間白了 每條皺紋越整越深 那雙眼啊 慌到極 因為他又想起四十年前 親眼見過一件事 話說大力虎王雖然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 游走江湖已經幾十年 但只不過一想起那件事 只不過一想起那件事 當堂整個人都會無骨悚然 他說 當時我年紀還不大 有一天我經過保定府的長橋 當時天氣很冷 橋上面全部都是雪 我忽然看到那個人在前面搏命地走 好像後面有人追著他 我認識那個人 那個人也是江湖一位很成名的劍客 武功極高 那些人叫做鐵膽 所以我實在想不到 他為何會怕得這麼交關 後面誰在追著他呢 我正在想著的時候 後面已經有人追上來了 自然刀光了 我那個朋友 那個頭殼那裡捱了一刀 我那個朋友沒有被他斬低 而還在拼命地走 那裡長橋長啊 有幾百丈那麼長 而我那個朋友一直走到橋頭 忽然之間一個人分開兩半 在場的人一聽到這件事之後 個個都驚心動拍 背脊上的冷汗有霸霸聲出來了 林常雄年氣喝了幾壺酒 他說 真的有這麼快的刀嗎 孟開山說 那件事是我親眼看到的 雖然已經過了四十幾年 但是現在我又閉上雙眼 我那個朋友好像 有時生吵吵在我面前 又生吵吵地裂開兩半 想不到時間四十年 今天又是看到了 林常雄說 那殺死你的朋友那個人是誰 我沒有看到 我只是看到刀光在閃 那個人就不見了 孫復虎說 那你那個朋友又是誰 我只是認得他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叫什麼名 大家看得出 他在說謊 殺人的和被殺的那兩個人 他應該清楚 但是他不敢說出來 四十年前的事 他為什麼到現在都不敢說出來 這件事也沒有人再問他 不過過了一陣 居然有人換了另外一方式 說 你想田一菲和你那個朋友 會不會寫在同一個人的刀底下 孟開山還沒有出聲 孫復虎嘆一口氣 他說 不管怎麼樣 都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四十年前的英雄 到現在 我想都不會剩下多少個 在場的人都很希望孟開山能夠繼續說下去 但是他們聽到他是另一個人的聲音 這個人的聲音清脆甜美 就像個小女兒一樣 孟開山 你幫我倒杯酒吧 孟開山是今年八十七歲 在十七歲的時候已經闖蕩江湖 憑著一把六十三斤重的酸花大虎 江湖上很少遇到敵手 因為虎太過重 招式的變化難免有欠靈活 因此江湖上用虎的人並不多 但是一個人如果能夠被人尊稱為虎王 實在不簡單 近幾十年來 只有人家幫他倒酒 沒有說他倒酒給人 現在居然有人叫他倒酒 而聽到聲音還好像一個小女兒 林長紅就站在孟開山對面 孟開山的表情他看得非常清楚 本來紅色的臉現在變得一點血色都沒有 小女兒要他倒酒 他居然無法生氣 而且還怕 林長紅就忍不住 另轉頭 順著目光看過去 看見到的呢 是一個白耶婆 這人艇裡根本沒有小女兒 只是一個又黑又瘦的白耶婆 而站在這個白耶婆旁邊 同樣是一個又黑又瘦的老坑 兩個人都穿著青灰色的粗布衣服 看起來就好像剛剛在鄉下出來的一對老夫妻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這家艇裡那麼多人 個個都是江湖上的行家 竟然沒有看出他們在哪兒來的 他看起來比孟開山更加老 剛才叫孟開山倒酒的人就是他 說話還沒說完 孟開山已經把酒杯洗得乾乾淨淨 倒了一杯酒 雙手公公敬敬敬地遞過去 這個白耶婆眉起雙眼看著她 她說 那麼多年沒見 你都老了 孟開山說 是啊 聽說一個人老了之後 那把口硬是不收的 孟開山的手在那兒抖 將那些酒全部躺死了 白耶婆婆又說 聽說一個人 如果變得多咀上來的時候 他就差不多要死了 孟開山說 我什麼都沒說到 我真的沒說到的 就算你什麼都沒說 但是這裡的人 都已經是猜得出 我們就是四十年前 你在保定遇到過的那個人 這個地方 所有的人都不是蠢的 他們都猜到這件事 當然會覺得那個姓田的臭小子 也是死在我們的刀底下的 這個白耶婆說得一點都沒有錯 在場的人真的是這樣想的 而這陣子的孟開山 真的怕得很交關 怕得整個人都軟了 手裡的酒杯已經掉到地上 那些酒啊 黏得全身都濕了 白耶婆忽然問 你今年是不是已經八十幾歲了 孟開山牙齒打震 他勉勉強強說 是呀 八十幾歲呀 就算死也無所謂 不過你死而已 但也不要連累了人家 我沒有 我沒有啊 你明明知道這裡只是一個人 能夠猜出我的來歷 不過沒有一個人 能夠生著走出去 你不是害人是什麼呀 這輕描淡寫一句說話 就好像把整個屋的人都看成是廢物 中展忽然之間冷笑說 嘩 瘋的 他一向都很少開口 這兩個字 他絕對不會這麼輕易說得出的 白耶婆說了 你說這裡有個瘋的 是 哪個瘋的 我說是你 洪梅忽然也大笑話了 哈哈哈哈 你說得對 這個白耶婆不是瘋 怎麼會說這樣的說話 孫復虎大力一拍張桌子說 沒錯 林祥雄也大笑 他說 他要我們死在這裡 他以為他是什麼人 墨足冷笑話 他以為他自己是什麼人 南宮華樹嘆了一口氣 唉 你們都不應該這樣說 為什麼 以各位的身份地位 何必和一個老坑 和一個傻的白耶婆 這樣在這裡浪費口水呢 這幾個人 你一句我一句 完全沒有把這對夫婦看在眼裡 但奇怪的是 這個白耶婆居然沒有生氣 因為覺得只有不認識這對夫婦的人 才敢對他們這麼無禮 既然大家都沒有認出他們 所以大家都有條生路走 白耶婆終於嘆了一口氣 他說 我們白耶公經常說 一個知道事越少的人 他的命就會越長 他說的話真的很有道理 但這個白耶公根本連一個字都沒有說 面上一點表情都沒有 這個可能因為他要說的話 全部被這個白耶婆說完 白耶婆跟著說 既然你們都不認識我 就懶得理你們 柳若蟲忽然之間笑 他說 兩位既然已經來了 就不如坐下來喝杯水酒吧 哼 這種地方 也值得我們坐下來喝酒嗎 這個地方既然不配叫兩位老人家來喝酒 那兩位老人家為何又要來呢 我們是要來拿人的 拿人 拿什麼人啊 一個姓湘 叫湘振 還有一個姓謝的小女 一提起這兩個人 白耶婆的臉又是生氣了 只要你們把這兩個人交出來 就算跪下來求我 也不會在這裏再多留片刻 兩位要找他們做什麼呢 我也不想做什麼 我只不過想要他們長命幾年 這裏的丫鬟真是不少的 姓謝的也有幾個 雙鎮我也認識 那現在他的人在哪裏 我不知道 正話一直沒有開口 那個白耶公忽然說 我知道 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正話 他在哪裏 就在這裏 孫復虎忍不住了 他說 你說雙鎮在這裏 這個白耶公呢 抹了抹頭 面上面一點表情都沒有 孫復虎繼續說 我們為什麼沒有看到他 白耶公不出聲 而白耶婆跟著說 我們白耶公既然說他在這裏 他就肯定在這裏 你們如果能夠在這裏 把雙鎮找出來 我就 你就怎樣 我就 他說話還沒開口 林長雄忽然跳起 掩著他的嘴 白耶公冷笑話 雙鎮連這個人也看不見你 你還不和我爬出來 只聽他一個人冷笑話 哈哈 就憑他的眼力 就可以把我看出來 這樣才是怪事 大家明明聽到他的聲音 但偏偏看不到他這個人 因為這間艇雖然不算小 但也不是很大的 到底雙鎮 你在什麼地方呢 其實他一直在這個艇裡 就在這班人面前 這班人都不是盲的 但是偏偏就看不到他 因為誰都沒有想到 明鎮江湖地位顯赫的五行寶主 居然變成這樣的樣子 這間艇裡的客人只有九位 而旁邊服侍他們的勞渤家丁 總共十二人 六男六女 在先前 這班勞渤家丁 看到一個生勞勞的人 被人劈成兩半 有一半都嚇到腳都軟了 全部看著地 一直都沒有站起來 所以沒有人責怪他們 也沒有人註到他們 大家甚至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 所以一直都沒有人看到雙鎮 雙鎮一向是一個很重視自己身份的人 拍頭大到極 誰都沒有想到他竟然會混在這班勞渤家裡 甚至會躺在地上炸死 可惜現在已經沒有法子再炸下去了 他臉色都青了 站在身上 大家才看得出 他臉戴著一個製作極為精巧的人皮面具 林祥雄故意嘆一口氣 他說 雙保主說得實在沒錯 以我的眼睛實在看不出這個就是雙保主 如果是的話 我怎敢勞煩雙保主幫我斟走呢 南宮華樹跟著說 雙保主面上戴的是 當年七巧童子親手做的面具 你我肉眼煩拖就當然看不出來了 梅花老人說 聽說這種面具當年已經十分珍貴了 流傳在江湖上本來就不多 聽說到現在只剩下三四副而已 麥祥冷笑說 想不到一向光明磊落的雙保主 居然也偷偷戴著一副 梅花說 光明磊落的人為什麼不能戴這種面具呢 不過我就不知道他為什麼會躲起來 是真的 麥祥說 難道你不記得這種面具是怎麼弄的嗎 林常雄說 我好像聽說過 用的是死人屁股上面的皮 梅花說 不對不對不對 以雙保主這樣的身份 怎麼會把死人屁股上面的皮 帶在臉上 你一定聽錯的 幾個人在一言一語 冷嘲熱風 好了各位 到底這對老夫婦是誰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肉之後事如何 就扯聽下回分解